把这个往下放一些 因为这个机器运转的时候 直接就跟那个打架了 把它放下来 你要是不会调的情况下 把它给拿下来 等最后再装也可以 先把它放在一个位置 让这个不要跟那个打架 放一下 好 把这个盒子正好卡在这个植核仓里 这个植核仓这个位置 是调它这个往后抽一些 可以把它给调小一点 然后呢我们现在再调这个 这个指核仓的盒子长度 指核仓盒子的长度 把这个螺丝 还有下面那个螺丝松掉 这个螺丝松掉 这个布铸钢是可以 这个铝条是可以前后拉扯的 就我们调这个距离的时候 就是要保证这个盒子 吸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轨道上面 一定 盒口一定要单到轨道上 这个你看这个就全空了 要把这个送掉 然后往下放一点 把这个盒子给它压住 好 把这个盒子压住就可以 在往下拉的时候 把这个也要往上放一点 要保证这个铁片 跟那个绿色同合 就说要接 就说要离它近一点 保证这个灯 红色的灯能亮 OK